中华市 將近300年歷史的中央官邸廟年久失守 有著流水和白色煮湯的問題 所謂市工作和文化部管政府來正出經費徵修 最近就會開始做收穫的工廳 議價在100.07年來完工 官邸委民國也特別來失差 希望可以收穫順利 帶動文化觀光三亞 最近300年歷史的中央官邸廟雄會丁城 早在30年前就讓列日官邸勾結 官邸廟等於風吹豪南 市廟也有流水的情形 來過也有很多目的結局 都讓白色煮到壞去 這也是有可能的空間 都能測試過 有分三個階級 一個如果做得很嚴重會整個抽換掉 如果不嚴重的話我們就修補 然後全部的漆都會去除 因為其他目的是保護木頭 會分成三個修復的狀況去做修復 市公廚最近在到文化博跟管府經費補助 將會電氣收好在工廳 管政府開業的文化博 經費有1913萬 市公廚又負擔850萬來維修 我們希望官邸廟是我們管政府列入 限定的古蹟在民國74年 那我們要把這個古蹟把它維修好 我們希望古蹟能夠繼續保存 能夠把它活化再利用 那我們要用文化來結合觀光 推展我們文化觀光的一個產業 修復的總經費裡面市長任務 公所組比的850萬比例上官 這期向管長政策以後 也在到省議的行動 中央越多越好嘛 可以減輕管政府的負擔 公所負擔很重 我們管政府也會把公所盜幾萬 所以比例會比較調整 可以的 這個沒問題的 我們會支持的 市長滿意嗎 謝謝謝謝感謝管長的支持 那是照標順利開港 中央的官大廟議價 在100.07年可以觀光 中央的聽憲王子的風華 變成文化觀光的機票上行進點 大傳新聞 大家明明明 中央 蔡宏博德 讚 讚